今天是7月1号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周代六的森严成全 我们就进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模式里 经过弟兄们的交通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流程 还时间的分配 我们先宣布一下 每一次 郭绝翁释放完他的信息的负担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各会所 有负担有意愿 有这个愿意在这里操练实情的 十位的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每个人有三分钟 他们要能够说出主来 也把主说到人的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就是这个十位 那他们有一些的特色 都是拼职的 然后啊 也是愿意在这里操练学习的 也是愿意啊 更愿意在主的话上 能够积极操练进入的 我们鼓励他们 然后在生云 这个十个人结束了之后 就有一个开放的时间 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二十分钟 所以如果是不在这个里面的 您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觉 在这里有操练有生眼 那我们这个一玩的时候 就几乎到九点十五分了 你看九点二十五分到三十分钟之后 是八点八点二十五分到八点五十五分 就是这个十位 然后再加上二十分钟就九点十五分 九点十五分结束了 有三位的弟兄们 所以在这里有一些加强 加强 然后富山的传出 还有一些鼓励的话 所以有三位弟兄 每一个人十五分钟 所以总共是十五分钟 最后到九点三十分之后 留学弟兄还是有十五分钟 这样的传出这样的富山 感觉这个模式啊 就把我们这样的工作 能够不仅是在现场 也能够经过网路 能够传到这里去 感谢主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对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 生命是什么 对 生命呢 其实就是这位基督 作为实际来供我们享受 所以生命我想交通是有两个大点 第一点再重复一次 生命呢就是呢 基督作为实际来供我们享受 所以从旧约一章一节就讲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对 那神也创造了人 天是为着地 地是为着人 人是为着神 所以神有一个这样的起头 就是他说到创造 就是要把他的生命 分次到人的里面 在新约则讲到这位是神 但是又是人的这位基督呢 他约会经过一个过程呢 把这样的一个救赎的生命呢 分次到人的里面 所以从我们这边可以知道 不管是创造 还是救赎 都是讲到这个生命 乃是要把基督这样的生命 分次到我们人的里面来 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这实际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从外表来看一下 所以在创世纪一章29节这边讲到 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样式 照着我们的形象 照人 所以其实人有这个实际生命的形象 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 再往深一点去看 这边也讲到呢 约翰一书四章 四节这边讲到 生命在他里面 这生命呢 就是神的光 所以呢 其实呢 这生命呢 一达到人的里面的时候呢 就成为我们的光 所以这边呢讲到 所以主呢 他不仅是道路 这边讲到 他是实际 也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讲到呢 这这位基督呢 他乃是实际 作为我们的生命 那第二点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当我们不断经历这样的实际 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 不断的涌流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的享受到他 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这边讲到 其实我们就有他的形象呢 来够彰显他 能够来权柄来代表他 所以当神呢 来创造 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的时候 神花了六天 当他到第六天的时候呢 他创造一切的生物的时候呢 神看一切就 胜好 所以他第七日就安息了 因为神已经 满足他的 一切的所要求了 他乃是呢 要创造一切 而且他要创造人 有他的形象 来彰显他 有他的权柄呢 能够呢 来代表他 这就揭示了 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常常看到 这生命的这种里面 实在是不太容易显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有人的这样的拦阻 人的生命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机 第一个呢 我们实在是需要 让神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涌流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照住他 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的这样天然的拦阻 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了第一个 让神的生命不断在我们里面涌流 我们也需要对付极 让实在下来经过我们 最终这样的光了就能从我们里面来造药出来 阿们 那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生命乃是神创造的目标 门创世纪二章九节说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 原始当中有生命树 还有善恶知识树 阿们 是这个生命是神创造的目标 也是他救赎的目标 阿们 神创造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万物 但是呢 他的目的 他的中心的目标是在于生命 阿们 那创世纪二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 神 他做好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 阿们 但是在后面的经节又给我们看到 他把人带到生命树跟前 就是盼望人接受这个生命树 做他的生命 人还没有把这个生命接受到这个人里面以前呢 神的工作的目标 他的目的就还没有达成 阿们 那这个 我们要怎么来运用呢 就是要看见这个生命是神创造和救赎的目标 所以呢 我们不论在做任何事 在工作呢 吃饭睡觉之外呢 在做任何事我们都还需要呼求主名 把这个神接受到我们里面来 有的时候呢 我读圣经呢 读书报呢 还没有把他接受进来 还要借着呼求主名 对就把他接受进来了 就好像神不仅照了人 有这个形象来彰显他 有他的全名代表他 还要人把他接受进来做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这生命就在基督里面 生命在他里面 是太好了 你们接受他就接受生命 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要顺服生命的感觉 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下 我对你们所要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在这节里面 所说的话呢 是指即时 现实所说的话 不是 不同于常识的话 当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呢 借着圣灵 在我们里面 所给我们的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神婆的话 虽然是无声的 却的确是神婆的话 当我们很顺服 立刻里面 就会有生命的饱足 基督的干美 生命的同在 来开岛 要他如何面对 却没有想到要陪他祷告 结果呢 在那一天呢 要去会所沉岛的路上呢 纳灵呢 纳灵呢就给我一个感觉 给了我一句话 说 你要陪他祷告 否则呢 你们两个人都别想要好好的沉岛了 于是呢 我就立刻顺服灵里的感觉 虽然我们是提前到达会所 但是呢 就在要进会所前呢 我就拦住了姊妹 先私下陪她祷告 等到我们祷告完 我整个人立刻觉得清爽了 在进去沉岛的时候呢 就满了power 会后呢 我就问这位姊妹 我陪你祷告完 你有什么感觉 她就回答我说 还没有祷告的时候 她心情很差 等到祷告完了 她觉得这是主的安排 她就把她交给主 然后心情就变好了 感谢主 我们如果顺从 这个生命的感觉 就果真带来 生命同在的祝福 各位弟兄姊妹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做基丢徒 只在如何对待我们里面 传福音的问题 也不是铁器事件的问题 更不是不重物质享受的问题 而是我们有没有 享受主的问题 各位基督徒 只在乎我们如何对待里面的基督 我的经历是 我刚得救时啊 根本不知道基督徒应该做什么 也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我只当生病时 偶尔抄抄经文 偶尔祷告 遇到难处时 唱唱诗歌 让心情变好 仅此而已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 一位姊妹讲到说 要听丛林的声音啊 我就想说 那那么简单 就是看上两件衣服 然后看上 选上喜欢的那一件 那就是听丛林的声音 顺丛林的声音了 自从我知道成为基督徒 是为了要活出基督 不离开我的天性 不管我的爱好 然后我就吓一大跳 怎么做基督徒 好像做不苦经生一样 因为我毕竟是出生在这世界上 我不是出生在主耶稣旁边 太多属世的娱乐吸引着我 但是当我发现 我凡事都找回自己的灵力 慢慢的自己的胃口就会变掉 对没错 就能很自然而然的享受在聚会当中 自然而然的去唱诗歌 享受主的同在 自然而然的去祷告 而不再喜爱属世的娱乐 现在我就简单的 让我里面的基督运行 去破碎我天然的己 那如何破碎自己呢 就是将我们天然的己 观念看法摆在一边 只以基督为对象 就是破碎自己 但是破碎自己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需要一生去操练 阿们 我要分享的是 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难处 悖逆 悖逆的意思就是犯上作乱 天使长路西服反抗神的权柄 悖逆神就成了撒旦 亚当不听神的话 吃了知识三个数的果子 就是死 人类的天性是悖逆的 因为撒旦悖逆的元素 进到亚当的里面 悖逆亚就是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 却故意做相反的事情 沙漠记上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 许多人不听神的话 却想为神工作 神不喜欢这样的侍奉 到那日 主会说 我不认识你 又暗又懒的仆人 你到黑暗里 哀哭切齿吧 扫罗因着悖逆就失去了王位 他的下场很惨 以色列人因着悖逆就倒闭旷野 摩西多几打磐石一下 无法进入美地 在生命的经历中 我们也尝味了一碗红豆汤 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大卫犯错杀人又说谎 一身刀剑不离他的家 有一些悖逆呢 神会赦免我们 但我们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 有一些悖逆干犯到神的行政 甚至干犯到神的自己 代表错神 就不得赦免 约会要倒了 天然的人用手去扶 马上被击毙 有一些功课 神要我们学 要我们去对付 但是我们不肯学 我们害怕出代价 十年二十年 这样过去了 将来到千年国还得学 今天主所要的是要让他自己活在我们里面 并凭他而活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要按照高油涂抹所教导我们的 住在他里面 之前我住台北 我们家打开服侍儿童将近二十五年 搬到花莲后呢 外面里面都受限制 我就觉得很困惑 主借着一篇信息给我画 要丢弃侍奉的老观念 我们的侍奉是否已经定型了 能否适应主新时代的需要 我就顺从这里面的感觉放下自己 学习不忘动 弟兄姊妹圣经上说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我们需要否认及顺从神 结出生命的果子 病的难处悖逆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有从他领受的高油涂抹 住在你们里面 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 哪有他的高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 这高油涂抹是真实的 不是虚谎的 你们要按照高油涂抹所教导的 住在他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运行 圣灵在我们里面涂抹我们 给我们有生命的感觉 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 可是我们天然的人太强了 我们常常是我们在出头做 而不顺服 所以我们最大的罪 我们每天犯的最多的罪 跟最厉害的罪 不是外面所行的 乃是我们违背的里面 基督给我们生命的感觉 我常常为着不够多的顺服神 背离神 在神面前有非常多的祷告 我告诉神说 主啊 用你在我身上有路 我将我的心思情感意志奉献给你 我愿意你在我的每一部分 能够自由的运行 能够安家在我的里面 我也试着在各样的世上 试着在更多的世上 问问主 摸摸里面的感觉 那曾经有一件事 让我很不想顺从 我被一个肢体得罪了 受到明明的羞辱 那我心里就想说 从此以后 我们碰那面就是你好 我好大家好就好的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去读经祷告的时候 只要我发现神的同在不见了 我很不喜乐 我也没办法向人传福音 我就很迫切的到神面前去祷告 寻求光炸 但是我告诉神说 主啊 我真的很生气 我没有办法爱他 主啊 我怎么办 我需要你 奇妙的事发生了 主父我的生命进来了 这父我的生命取代了我 神告诉我说 对方也是他所爱的儿女 神也告诉我说 我如果不跟身体是医 我没有路 神也没有路 神更告诉我说 这事发生在我身上 是要扣大我生命的度量 因此我扶下来 我开始为这个肢体带导 我主动释出善意 我跟这位肢体恢复的甜美生命的交通 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回来的 神的生命喜乐跟亮光都回来的 主啊 愿你的生命在我里面畅通无主 愿我所有的生活和释放是生命 而不是宗教 我们我要分享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第四个难处 就是天然的干财 那天然的财干的特征有哪些呢 就是自私自利 为己着想 那掺杂肉体 他带着手腕 大自夸自要 他不受约束 那么经过复活的财干有哪些呢 他乃是为神的旨意 他不带手腕 他不教不夸 他受到约束 他不凭自己 我们可能有干财 我们可能也就是有本能 但是我们却认为这不是罪恶 他也不是污秽 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轻看这些干财的话 我们就反而会宝贝这些干财 那如果这在我们身上一直牢不可破的话 那会在基督 会成为基督生命的难处 那以过我在 就是我在公部门的 就是我在公部门的业务单位服务 那我最主要是处理解决问题 那这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困难 那可是我现在就掉到线这个单位 他是一个幕僚的单位 也比较敏感 就对一般来讲 他是一个敏感的一个单位 那想当然了 我就会重复我过去的一些 过去成功的一些工作的经验 然后干财能力 然后就把他带到我的工作里面 主啊 我就我一点都没有轻看我自己的干财 我反而去宝贝他们 那我们的单位主管 他是一位女性 他是他非常年轻也非常强势 那他的主观以及主导能力是非常的强 那他在他的工作的专能力上 他是非常的积极非常认真 非常有企图跟野心 那他甚至不到35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当上了课长 主啊 主啊 那就着属灵的眼光来看呢 他的魂心思 他的己是非常的一个强 那我曾经有回想说 如果我还没有信主的话 我可能会像他一样 主啊 感谢主的怜悯 那因为这样的情形 就让我就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我做事起来就非常的 我伸展度就不是那么的自如 那可是我也不能因为我说科长的情形 然后就影响到我对我的工作业务的一个负责任这样的态度 因为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讲到说 在最小的事上忠信 在许多的事上也必忠信 因为被神所用的人 都是先从小事上尽心尽力来做起 那感谢主 我就常常为了我的主管跟同事来祷告 那让我看见我的主管是神所良给我的陪练 那为了使我的生命能够更丰盛 那当我们在职场上有某种程度的历练 以及小小的一个成就的时候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中 如果我们的天然的这个力量和才干 没有经过祷告 以及经过这个受十字架上的这个对付 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职场上那一套 就是成功的工作经验 带到我们教会生活的佩戴或服饰里面 主啊 这是为着我们个人成就很荣耀吗 还是要为自己有可夸口的地方 主要是看见我们动机是何等的不单纯及掺杂 在哥罗西书三章二三集讲到说 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我们所做的是否要得到人的称赞或感激呢 这些都不重要 判断我们的乃是主 那做一个 我们要让天安的财干和美德要被带到石架上去治死 只有在复活里对主才是才会成为有用的 因为在复活里面我们天安的财干和聪明 就被变化成为南佛塔利 那会比在我们天安的生命里面会强上许多倍 这绝对不是损失 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撒种一样 虽然暂时失去了种子 但至终必会在复活里面有烧成 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建造 我们这次的主题我想分享人的破碎 领得出来就是神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 我们宝贝神的生命在人的身上 我们看见主观的一面和客观的一面 在客观的一面 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我们人不认识神的生命 一面来说还有人的假冒 人的背逆和天然的干财 但主观的一面我要看见 我们其实从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到 因为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 借着他的灵 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这里的心一面说到人的魂的三部分 心思情感和意志 那我们里面的深处乃是灵 在我们的里面灵的四周围 还包含着我们魂的三部分 心思情感和意志 因着这三方面 与我们人的灵不合配不起来 所以我们就成为了 而这里就成为人的难处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人的难处 那心思里面的难处是因着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行事 我们与神不能配合 但这里有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要让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 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心肝里出来 我们要有刚强跟温柔的意志 并且我们的心思必须得更新 在以过有一个唱诗歌里面 我很在乎那个诗歌的唱法 但是里面经过了一番的挣扎 我也试图的想要去改变一些什么 但是主却在里面 要我到里面一直去祷告 需要让我里面的人得以被释放出来 所以当诗歌唱到丢弃老幻念 不在心思里流荡 生命平安从我们得享时 我就停下自己借着呼求主名 跟导读诗歌里面主的话 我就知道我必须放弃我的分析和挣扎 知道我们需要被破碎 这神的生命才有可能从我们里面出来 出来以后 一个属灵活在神面前的基督徒 每天要有三读 第一个就是读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 耶利米说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周三早晨我吃到主的话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这是一件荣耀的事实 我跟主说也要成为我的经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是基督活着 接下来说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 又是我活 主啊怎么是我活呢 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 与他连结所活的 所以我需要与神的儿子连结 我跟主说我要是不跟你连结 你今天就不要叫我活 因为你爱我 为我舍了自己 感谢主 第二个要读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觉 主就是那灵 所以主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主的说话 保罗他到了特罗亚的时候 他说有福音的门为他打开了 真好啊 可是他灵里觉得不安 因为他找不到提多 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就辞别那里的人 就离开特罗亚 就往马其顿去了 所以他尊主的感觉伟大 他把那个事工摆在一头 第三要读环境 环境我们读的时候 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 要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的话说我们知道 万有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早年在台北佩大的时候 我们那个区啊 喊过要征区 喊了以后 那个区负责啊 进去医院体检出来 就知道是癌症 可是怎么样呢 神的话说叫 爱神的得益处 我们不看这样的环境 如今那个区啊 从三四十人 已经有三四十倍的凡征 阿们 主耶稣 愿我们都做一个爱神 活在神面前的人 然后有这三读 好叫真的 神的计划得以完成 叫我们都磨成神长子的形象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族 职事 职事出自于起事 加上苦难 圣经中有两个人 都是借着受苦 甚至以至于食 而使神的生命得着是吧 使徒保罗忍受了苦难前 先领受了起事 阿们 当他领受了这个起事之后 主才将他摆在苦难中 首先他有了起事 看见自己以往所做的 都是逼迫神 在使徒行传九章三节 那里说到他往大马赦的路上 有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 到了五节 他问主说 主啊你是谁 主对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人耶稣 阿们 所以接着神就使保罗历经的苦难 到西伯来书五章七到八节 也说到主耶稣成了神的儿子 在他肉身的日子 所受的苦难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因此保罗和主耶稣所有的职事 都是借着顺从那灵 使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所产生的 今天我们看见了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 而产生的所遇到的难处 就是我们魂的生命 我们得了这个启示 我们又该如何 我们是否也真像使徒保罗那样的扑倒 还是我们一面被光照 一面又只顾自己继续凭自己单独选择 我们都需要有一次的光照 和一次重大的扑倒 才愿意受苦走上生命的道路 信息中说到生命的道路就是死路 什么时候基督的死在我们里面运行 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有了出路 外面看起来似乎是我们死 但事实上基督的生命 却在我们身上巴动起来 尽力上今天我的姊妹没有在这里 起初我们在交通的时候 我里面有许多的这个不满 总是用手机把这些不满都写出来 预备着一次要传给她 但是当我要传的时候 主在我里面给我一些的说话 叫我把这些这个感觉放下 当我放下的时候看起来是我死了 但是这个感谢主 但是事情过了 我里面却满了生命的感觉 但是失败的经历则是 当我这个没有转回邻里 选择直接和姊妹辩论的时候 我们都失去生命 无法祷告 无法读经 甚至无法让神的生命 坐在我们的身上 感谢主本篇信息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天然和人位 都会成为神生命的拦阻 是神生命在人里面所遇到的难处 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只配死 需要经过时 叫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着释放 分赐给人并且能够供应人 感谢神 这个分赐生命乃是神在这个世代中 做最中心的工作 感谢主 许多的事情经过操练就会进步 许多的事情经过反复不断的操练 就会熟练会老练 尤其是森严的操练更是这样子 我越来越觉得操练身体很重要 但是操练灵 操练敬虔 操练身严更重要 阿们 我们说话容易 但是说好不容易 为自己说话很容易 为神说话是难上加难 阿们 真是需要多多的操练 从错误 从失败的里面 从别人的讲评的里面 来有更多的学习和操练 好叫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主说话 把基督说出来 今天早上有三会所十位弟兄姊妹 在这里操练 这一批属灵的精兵 早上的操练表现良好 国富区 国富区陈锦云姊妹 陈锦云姊妹全时间服侍八年 后来她进到婚姻和职业的里面 一直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多有服侍 多有操练 所以陈锦云姊妹的分享 我们听了真是非常感动 言之有物印象深刻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陈锦云姊妹 全时间训练出来的姊妹 现在还在全时间服侍 所以她对于声言 她有基本的学习和操练 所以她起来一说话 你看她讲得非常喜乐 讲得好有信心 好有把握 对不对 这个驾轻就熟 感谢主 这个李彩甄姊妹 李彩甄姊妹 她这个人非常积极 非常主动 她这个准备 声言稿准备得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仔细 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要来爱主追求主的一个心 所以从她声言的里面 就看见她那个迫切的心 她愿意把基督能够释放得更清楚 能够释放得更丰富 阿们 避营区 避营区两位比较年长的姊妹 李彩甄姊妹 周爱琴甄妹 她们在教会生活 生活工作事奉数十年 是不是啊 所以她们都是成熟老练的姊妹 所以珍言的这个分享 她不只是操练 她就是个示范 就是个榜样 我们要学习 从她们的声言到里面 我们得着益处 那李梅芳姊妹 她把家打开 然后来接待梁月姊妹 梁月姊妹 就是那位年轻的姊妹 她受尽还不到一年 受尽还不到一年 你根本看不出来 她有追求 她有学习 她非常的认真 她早上诚信她都来 那李梅芳姊妹 跟梁月姊妹两个人 就住在一起 彼此扶持 然后梅芳姊 给梁月姊妹 有诸多的人性的顾喜 和神性的慰养 所以梁月姊妹 她的分享 就非常的好 那李梅芳姊 她这个人 非常有爱心 愿意照顾 这样年轻的姊妹 我想 这是 这在照位生活的里面 都是非常甜美的 是 国联区这三位 年轻的 年轻的 卢嘉宏弟兄 陈尊宇弟兄 何恒远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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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全时间训练 卢嘉宏弟兄 以后要去全时间训练 那这三位呢 年轻的弟兄们 我们非常的宝贝 你看他们都有大将之风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言之有物 有负担 肯摆上 肯操练 我想 假以时日 足堪大任 阿们 教会呢 要好好的栽培 这些年轻的 年轻的弟兄姊妹 能够呢 在教会里面 尽生机的功用 各个呢 成为贵重的庆民 阿们 能够 服侍 服侍仲教会 谲言 啊 那 阿们 这些� Diversity